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日本的股指 期货,它是和日金225相连的 在日语中期货是鲜物 它的读法是作物 在日本做期货交易 一般需要另外注册独立于股票交易的账号 它整个系统也是不一样的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 如果有股票交易账户的话 那么期货交易的是未来的商品 它是特定的商品在事先决定的日子 用现在的价格来进行交易 它就是和那个是来源于 就是为了安定那个物价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物价 比如说大米受那个天气的影响 而事先定一个价格 使那个农民就是说能够 安定的去生产 大家具体可以看一下那个期货的历史 注意它和现场一手交钱和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是说期货有两种 第一个是商品期货 比如说那个大米啊 橡胶啊 原油啊 还有那种是股指期货 在日本主要有两种股指期货 我想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就是日金225那个期货 还有就是日金225 mini期货 它的就是说 它的交割的期限是一般是 三的倍数的月份 比如说三月六月 九月十二月 它会进行那个期货的就是合约的交割 那么日金225的期货的特点有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可以加杠杆 可以比较小的少的资金 买卖更多的金融商品啊 这个是和那个股票的CEO 就是信用交易是一样的 中文叫做保证金交易 日金225的话不用选股嘛 就是说它本身是和日金225 那个指数相联动的 你买这个日金225 就相当于买了日本的比较好的各个行业的 225只股票 当然也可以做空的 下跌的行情也可以挣钱 它的交易时间比较长 和那个股票交易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周一到周五是早上8点45到下午3点15 然后它的晚上也可以交易 晚上是下午4点半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半 我们知道做股票的话 很多人可能就说没有时间 刚好上班的时间就是股票的交易时间 那么做期货的话晚上可以做啊 晚上下班之后八九点钟开始做到12点一行 它还有个特点就是交易成本低 它只有手续费 没有那个利息的 我们知道其他的保证金交易 比如说股票的保证金交易 它是要交那个利息的 每一天要付一定的利息 连利率大概是百分之几点几吧 呃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手续费本身也便宜 它每每一枚 我当然会介绍那个没什么意思 它是日接25的那个期货是250块加消费税 然后日接25的mini是35块加消费税 日接25和日接25那个mini这两个期货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差别啊 就是说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说它买卖的单位是把日接25的指数放大1000倍 这个是日接25的期货 那个mini的话是放大100倍 也就是说你每买一枚买一枚期货 就相当于买了日经指数的1000倍 比如说今天是大概2万点吧 那你买1000倍就是2000万 呃2000万的话 然后它那个价格变动范围是10块钱 那么10块钱是1000倍吗 那么就是1万就如果是呃日接25涨1010块钱的话 那么就是挣1万跌呃10块钱就亏1万 那么日接25mini是日经指数的呃100倍 那相当于大概是呃200万 就是每一笔买一个啊 买一枚就是200万 它每变动是5块钱 就相当于每变动一个5块钱的话 就是相当于那个你要么亏损要么挣呃呃500 比如说今天大概就是跌了500 那么放大100倍 那就是5万你就要亏5万 今天跌了 如果做mini的话 如果做日经25的话就是要亏呃50万 呃呃 公司不一样你所需要的保证金大概是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日经25的期货的话是大约需要100万日币 然后日经25那个mini那个期货大概是10万日币 这个叫做保证金 呃 这个保证金的话是10万日币 如果如果这个嗯 比如说这个日经25下跌了 呃下跌的话 那么你你就可能要可能要让你那个呃追加保证金 就是要保证你那个 就是他会会通知你你要你要把钱放进去 一般的话你会做期货的话会多放一点钱吗 并不是说刚好放那么多钱 那么这个呃 股指期货和股指ETF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知道股指ETF的本质还是那个基金脱息信套 他需要手续费买卖需要手续费 而且那个还需要那个管理费 就是新他过后续 呃 然而那个日经25的期货呢 只需要交很便宜的那个呃 手续费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是mini的话 大概是30多日币 这很便宜的每一枚 另外那个股指呃 ETF是间接投资日经 225只股票 呃 他是通过一个比如说那个1570啊 那个ETF是 是另外大概的一两倍的大致的那种是投资呃 投资那么225只股票变动是大致跟随那个日经的 但日经的225的那个期货基本上是完全内税比较直更加直接一点啊 直接一点投资 我建议的话初学者呃最好不要碰期货 因为他那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风险比较大 你如果没有把握好的那一会就亏了 就是亏了很多 因为他那个放大100倍1000倍 呃就是风险比较大啊 大家可以先玩玩股票 如果呃股票的觉得自己炒股的水平那个上升了 然后可以考虑做一下这个日经225的期货mini 呃总体来说他那个时间范围比较广啊 啊那你需要的资金也要多大很多啊 而且风险要大很多 但是股票那个技术分析啊 和那个股指期货的那个技术分析呃原理是一样的啊 只要掌握了之后都可以试用的 好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请帮忙点赞